据外媒的Verge报道,天文学家可能已经发现了,去年直接穿过地球的神秘高能粒子的深空起源,被称为中微子的微小粒子,似乎来自距离地球此时一光年的一个活跃的黑洞。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确定其中一种高能中微子的可能来源,使科学家们更接近于找出产生这些奇化氢质粒子的物体。 此前在南极附近工作的研究人员发现南极冰层中存在超高能中微子,这些快速移动的粒子通常会穿过类似地球的星球,而不会留下它们的痕迹。 但位于南极的冰立方探测器,却探测到了这种超高能中微子的踪迹,研究人员发现了中微子可能的一个过度活跃的星系。 其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,这种星系实际上被称为要变体Blazer,这意味着它的黑洞核心朝着地球方向喷射辐射和其他东西。 周四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中,详述了这一发现,充分证明了中微子起源于这个黑洞。 如果知道中微子的来源,科学家们就可以将它们作为探测宇宙的工具。 人们认为中微子出现在宇宙中一些最极端的天体内,如锤子的恒星、黑洞和碰撞的星系。 通过寻找中微子,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些天体内部的情况。 阿拉巴马大学物理和天文学副教授,以及Secure团队成员之一董,Williams Cousley, Merge。 然而,利用中微子的力量是很困难的,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宇宙中一些最隐秘的粒子。 它们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新的基本粒子,但与其他粒子如电子或质子不同。 中微子没有电荷,所以它们不受磁场之类的影响。 中微子可以直线穿过宇宙,腹背很远的距离,而不会偏离它们的路线。 它们非常小,只能穿过行星、恒星和星系。 天文学家认为,中微子是在核聚变反应等剧烈能量过程中产生的。 核聚变反应会使这些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外流动。 人们还认为,宇宙中的大多数中微子,都是在大爆炸之后产生的。 现在已经渗透到宇宙中,在这两项新研究之前,科学家们知道经常袭击地球的种微子的三种不同来源。 科学家猜测这些粒子可能来自太阳内不可反应,或来自地球大气层。 此外,来自银河系之外的其他种类的高能粒子,可能可以进入大气层。 将分子分解成碎片,并在地球上产生中微子震雨。 仅在1987年,天文学家就发现了,来自我们银河系外的超新星帝过多中微子。 由于中微子是如此隐蔽,天文学家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探测器,才能找到这些粒子。 其中一个最好的设施是靠近南极的天文台,它由侵入冰盖的数千个光明化组成,能够测量实际与地球发生碰撞的非常罕见的中微子。 它基本上会摧毁原子的原则核,从而产生透过透明冰层的蓝光。 探测器可以检测到这种蓝光,根据路径,A3Cube可以计算出中微子的能量及其行进方向。 在2013年,天文学家注意到它们探测的粒子能量,比太阳产生的粒子能量高出数百万倍。 这些高能中微子,也比其他类型更为罕见。 研究人员强烈怀疑这些中微子,来自我们的太阳系和星系之外, A3Cube团队决定回顾它们的档案,看看是否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。 它们发现,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,探测器已经从同一天空区域检测到了一堆中微子。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直接证明其原则要变体,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最好的解释。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干马射线和中微子之间的关联。 A3Cube团队希望利用多通道天文观测系统的决定中微子的来源。 我们提高了设施的灵敏度,并增加了探测的机会。 Fox表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B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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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